小晨晨 我明天要出国了 你可不要太想我哦 我才不会想你 你一定要等我回来 奇怪 那里怎么那么多人 看起来挺热闹的 去看看 这不就是我吗 小晨晨真是口是心非 还说什么不想我 真是天助我眼 要是能拍上顾总这个大人物 我以后什么都不用愁了 顾总外面有两个女孩 都说是您的青梅竹马 有意思 让她们进来 好 顾 该该我才是你的青梅竹马 她就是个冒牌货 顾元晨 我告诉你 你要是连我都认不出来 那你的这双眼睛就不用要了 你这个贱人怎么和顾该该说话呢 我说哪里飘来的绿茶味 原来是你这个小绿茶 小绿茶还想着冒充我 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 顾元晨姐姐她欺负我 妹妹你的眼睛那么好 怎么会去当影帝呢 你当我家小晨晨眼瞎吗 行了别闯了 天也不早了 那边有空房间 你们先好好休息 明天再做结论 走 真会气 顾 该该你怎么能就这样放过他 我说了去休息 别在这跟我默契 好吧 顾 该该人家这就走 顾元晨一耿地恶来耿醒了 恶指刀你们不会乖恶地 今天累死我了 先去洗个澡 胡草 你咋在这 沈小姐 这里是我家 我在哪 和你有关系吧 那啥 我先走了 后会无期 则 二十年来一点都没变 你来这里干嘛 你干什么 放我下来 BT啊 不是幸苦的 你到底要干嘛 没事就出去 不要睡觉了 那正好可以一起睡 喂 这里是我房间 你要睡就出去睡 可我家就只有两间卧室 那你睡地铺吧 要是骚扰卧 我就打断你的腿 行了 不动你 我知道你是真的沈安 嗯 还算你有点脑子 那个帽牌货怎么办 既然他要演 那我们就陪他好好玩一玩 姐姐 你怎么起这么晚 害得我和哥哥 在这里等了好久 你这小日茶 不和我对几句 你心里不爽是吧 怎么就你话多 你家哥哥都还没发话呢 你不会真以为你是沈安了吧 你要是不想在这里待下去 能在那边慢走不送 哈哈哈哈 你这个贱人活该 啊啊 你竟然敢打我 这几巴掌是本小姐少你的 实际上的赶紧给我滚 不愧是 是皮肤又是厉害 咦 哥哥你看姐姐打我 你以为我傻吗 你不打他 他会打你 我 你什么你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冒险的 你 你怎么知道 大姐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啊 你当时没看到墙上的照片吗 我 我竟然忘了这么重要的事 趁我现在心情好 赶紧滚 不行 我不能走 你要是走了就成功进去了 咦咦咦 哥哥 我实在没有地方去了 你就让我留下吧 既然你要住那就住吧 不过不能白住 你就在这当个女服 我劝你不要有不该有的心思 我凭什么听你的 而且我是在问顾哥哥 又没有在问你 你凭什么插嘴 就凭我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不当女服就滚 我现在绝对不能走 看来只能听她的吧 咦咦咦 姐姐不要打我走 我当女服这事了 我倒要看看你们想什么心机 好了 今天晚上要拜场夜会 你们好好准备 那好 太好了 可以借此机会陷害她 时间也差不多快到了 先把衣服换了吧 问小晨晨眼光还不错吗 今天我一定要超华丽一点 一定要让那个贱人难堪 哥哥 你看人家好看吗 不好看很丑 对没 你可存自明了 哈哈 你 你什么你你不会哑巴了吧 不会 可别给我们丢脸 啊 你给我等着 今天晚上我一定要让你难堪 好啊 我等着 真是气死我了 神爱 你给我等着 我一定会代替你 得不知悔改 好了 别生气了 这次宴会我妈也会来 好热闹呗 去看看小晨晨 儿子 这就是你小时候的青梅竹马了吧 哎 是的妈 安安真是一点都没变啊 没想到 不该该的妈妈也来了 既然如此 我就让你在所有人面前丢脸 姐姐 你能跟我出来一下吗 可行吧 我都要看看你们耍出什么心机 有什么事就在这里说吧 好啊 姐姐 你为什么吞我 我只是想和你聊聊天 刘 你们哪只眼睛看见我贴她了 没有失足的证据就不要乱嚼舌根 妹妹 你是不是忘了 顾家有监控哦 你说我要是把监控放出来给所有人看 他们会怎么看你呢 什么 妹妹 你是心虚了吗 我 我才没有心虚 是吗 那我就把监控放出来了哦 完了 让你她真的把监控放出来 那我就务定了 怎么办 妹妹怎么不说话了 是害她了吗 我怎么可能会怕你 不是害怕就是心虚哦 刚才那你的谁啊 茶里茶气的 看着不像什么好人 不过是一条冒空沈安的狗爸了 原来是个小绿茶 我去会会她 这是怎么了 顾哥哥哥的妈妈来了 沈安 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音音音妈妈 姐姐她欺负我 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呀 宅泽 这小绿茶不会以为其阿姨会帮她吧 真蠢 这位小妹妹请你不要乱让关系 我的二媳妇只有一个 那就是沈安 我劝你也不要再冒充了 不然你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音音音妈妈 我没有冒充 明明我才是沈安 为什么你和顾哥哥都相信那个冒牌货 你是沈安 那好啊 要不要我给沈家人打电话 让他们自己来说说谁才是沈安呢 这 我 哎哟 妹妹你看你真音信的表情 鬼都背下没办条命 你 你什么你 不会说话就别说 我可不喜欢结结巴巴的人 儿媳妇干得漂亮 你 你们 我们怎么了 有话快说有批快放 别在这里 滴滴 我要去告诉顾哥哥 你们给我等着 那你可快去吧 我倒是想看看你的顾哥哥帮谁 咦咦咦咦咦 顾哥哥 那个小贱人和那个老女人欺负我 哈哈 是吗 那我可得为我家宝贝做主 我就知道 哥哥最爱我了 咦咦咦咦 哥哥 你为什么打我 你不是说要为我做主吗 我是说为我家宝贝做主 可没说为你做主 你 你们 不是大姐 你什么毛病啊 你妈没教你怎么说话吗 一天到晚 叽叽巴巴 就是 我儿媳妇可不是这样的 就你这样 还冒充我老婆 有没有点自知之明 你们怎么能和起火来欺负我 欺负你怎么了 难不成你还是什么大人物 不对啊 我记得你身后没势力啊 在这里装什么 谁说我没势力的 我可是北影帝的女朋友 我怎么不知道我有女朋友 来得挺及时 得了 我可是为了这件事取消了演出 嗨嗨 你们好好解决 儿媳妇 我们找个地方看戏 齐阿姨 我们这样直接走真的好吗 哎呀 你不用担心 我还怕他俩 把那绿茶玩S了 我们只负责看戏就好 完了完了 被影帝怎么还真来了 现在这状况 我只能继续装下去了 老公 你可算来了 他们都欺负我 郑小姐情谊自重 怎么 上一秒还是我兄弟女朋友 下一秒就是我女朋友 一个人够杂 话说兄弟你从哪找来的绿茶 我晚饭都要给你 他自己找来的 不 我还要享受荣华富贵 我一定要坚持 总之这位小姐 你要是不想被我的那些小迷妹 吊着他 就请你先来 李哥 马上 给我和我兄弟道歉 挺厉害的 老公 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 我操你 我替恩不是你老公 再给我瞎闭闭嘴 跟你打烂 兄弟 冷静哈 我们不喝绿茶 一般见识 再这样下去 那绿茶会被吓死了吧 对 被影帝怎么 小绿茶我给你两个选择 一是现在就给我滚 滚得越远越好 二是我们让你身败明练 我劝你脑子转得快点 算了算了 我还是先走为妙 这一群人一个比一个猛 继续留在这 怕是要折瘦了 对不起对不起 我这就走 请阿姨 我算是知道 你为什么说 害怕他们弄S拿绿茶了 嗯哈哈 习惯了就好 我们下去吧 你们怎么下来了 没事 就是下来看看你们处理的怎么样 你觉得啥 我看起来很可怕吗 你还好意思说 我怕你一包两结了我 我得干净 嗨嗨 嗨嗨 小晨晨 后天我们把婚礼办了吧 好 快走吧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